我現在開始錄了 好好 今天就教 今天會教這個 然後但是今天因為美容器生 你們不用畫 就是下次上課 一上課就開始畫 這樣知道 這叫漸層 這先練五階漸層 我會畫給你們 還有一個立方體 好先擺這裡 我要用這一本 好因為畫五階 你要自己先拿五支筆 有沒有 下次我們下次要教作業 下次上課就帶用具來畫 不用教作業 沒有 下課就教作 現場花 就等於說 我們上課等於說 快 快一個 快兩個小時 有沒有 就現場花 所以我說 所以我說很紮實的課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有一堂沒來 你就 你就會落後我們進入 因為我每堂課都會畫新的 選一個深的 選一個深的 對我會寫在上面 好你就先畫 每個五乘五公分有沒有 就先拿最輕的畫個 我這尺是做服裝的尺 所以很軟 因為我本身是學服裝的 五公分乘五公分 很快 那我這張是五公分有沒有 所以我畫這個格子很快 好酸喔 加油加油 好 這種也是練功夫 下次拿一個腳架 如果會算的話 你可以動一下 好 然後我就 我就這樣 出一二三四五 有沒有 我就把我的那個 寫上去 因為 你們是初學者 一定要這樣寫 不然你們要忘記 你拿一個用嗎 然後為什麼我會習慣寫呢 因為我以前 我有個老師跟我講過 腦袋是用來幹嘛的 你們知道嗎 腦袋是用來思考的 不是用來記憶的 這樣聽到嗎 然後接下來我教你怎麼畫 我都把那個B數都寫進去了 有沒有 15個 所以 你是右撇子 就從這邊畫到這邊 有沒有 你是左撇子 就要從哪邊畫到哪邊 這邊 就是換黑亮 答對 然後畫的時候是這樣畫 然後 因為筆有時候 我們畫到會鈍掉 有沒有 你就轉筆 什麼叫轉筆 就是這樣轉一下 不是這種轉筆 然後怎麼畫 就是畫的時候 是這樣從這邊45度這樣畫下來 然後一條一條 不是這樣 因為有人會這樣子 你有看到這個跟這個有什麼差別嗎 這時候空格比較大 然後比較粗 有沒有 這時候比較細 然後第一個動作是最淡的 有沒有 所以後面會越深 我先慢慢畫給你看 然後萬一你會流手汗的話 你就是墊一張衛生紙 因為我也會流手汗 可以戴手套嗎 可以啊 因為如果你沒有 你的手汗很嚴重 你這樣一離開 這邊就是那個 就有個硬直 我先畫慢動作給你們看 就這樣一筆一筆 畫輕輕的 這樣很慢 等下你會看到我畫的速度有這麼快 你就畫密一點 如果不夠密 再這樣塗一下 輕輕的 然後你手可以擋在這邊 就是把筆擋住 好加快速 然後你可以畫出格 因為你是初學者 可以 我讓你們可以畫出這個格子 可以畫出格子 好 速第一個就畫好了 好 那我現在畫第二個 第二個要比第一個 什麼 省 對 好 就繼續畫 我自己加快速度 是你真的來回嗎 沒有啊 我就一筆一筆 因為我速度很快 所以你會覺得我是來回 其實我是一筆一筆 就會已經看到他自己會反彈回去 好 速度第二個就比第一個深 遠看也要這麼清楚 這是基本功 如果你遠看都糊成一團了 有沒有 就是再練 沒有別的方法 好的 第三個要比第二個 什麼 一下比就要深過他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你可以上兩層 有沒有 那你知道越粗的筆 他越容易鈍掉 有沒有 所以你就要轉筆 老師你的一套都一樣嗎 我會越來越重 就筆會越來越深有沒有 你力量也要越來越重 然後你覺得不夠深的話 你再加 我是覺得 因為要讓你們看 所以我故意畫比較深一點 所以老師那一格還要再做深淺 沒有不用做深淺 都一樣而已 我只是怕 你們遠看 不容易出現 所以我再加深一個 說一個比一個深 這都是基本功 然後再畫3D畫 那不然我畫的時候 他有個聲音有沒有 那聲音是正確的聲音 如果你畫畫沒有的聲音 代表你出錯誤 等下下筆再中 我再下中 沒有到 我只能說每天都練一點點 然後不夠深就趕快再加深一點 一開始都會知道 好 你看是不是 越來越深了 然後也很明顯 好 你有想畫的咪一筆 因為你說你畫完 你不然發現 中間有孔洞太大了 有沒有 就多畫幾層 是不是很明顯 就是一到五階 然後接下來畫正方體 可是這也不一定要補滿 這個可以接受 就一點點有沒有 你不要很誇張 這樣空格怎麼大 這樣 超血圈圈叉叉 你還自己可以在中間簽名 就有一天 過了 是的 製作在這又是 有個人的